请问妄念跟观想有何差别 心因为有念头而令平静的湖面泛起波浪 但为什么修观的时候却可以令智慧升起 那这些妄念或念头跟智慧有何关系 观就是观察 观我们的修心的身观的部分就有两种 一个是观察 观察为什么让我们产生指挥呢 因为平时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去观察 比如说无我 佛教讲无我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人为有一个自我的存在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从来都不去观察 有没有这个自我 从来不观察的 但是修心的时候呢 我们去观察 观察了以后呢 最后发现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自我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一个道理 发现了一个真相 这个发现了真相的这个心就是智慧 所以这个观相就可以产生这个智慧 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观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智和观当中的另外一个观 是什么 是什么 他不是观察 不是观察 是这个 这个我们的内心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烦恼 让他自己慢慢慢慢的沉淀 沉淀 沉淀了以后呢 他就看到了他的这个本性 这个是不是他去观察 而是他体会到了 体悟到了他的这个本性 那体悟到了本性 这个就是智慧 就这个关系 是这个智慧的 对 谢谢大家